据国外订票平台显示 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最新丽作《阿凡达2》 院线版片长为190分钟 差不多是一般电影的两倍的时长 这部超过三个小时的电影 比阿凡达第一部多出近半个小时 这不仅考验了影迷的忍耐力 也挑战了影院的排片计划 另外相应的票价也会比一般的电影更贵 阿凡达2目前公布的制片成本 是3.1亿美金 约合人民币22亿元 这意味着该片全球票房 应该超过9亿美元才能实现盈利 《阿凡达2》绝对是全球影迷年底最期待的大片 也是拉升全球年度票房成绩的最后的希望 早前导演卡梅隆对《帝国》杂志透露 《阿凡达2》片长 约为三个小时 而且卡梅隆早已料到 有人会吐槽这片子太长了 不过他对此并不担心 他认为现在的观众在网上追剧一刷就是8个小时 所以如果电影足够精彩 三个小时不是问题 卡梅隆还把《阿凡达》系列比作他的指环网 2009年 《阿凡达》在全球上映的时候 取得了超高口碑和票房成绩 可是谁也没想到时隔13年 这部电影的续集才姗姗来迟 中间经历的故事自然一言难尽 据卡梅隆自己透露 他曾经和20世纪影业谈判 他不想拍一部算一部 直到乍干这个IP的价值 而是想讲一个更大的故事 所以卡梅隆的意思是要把《阿凡达》 做成自己的电影宇宙 目前他的规划是至少要拍五部曲 不过卡梅隆也坦诚 第一部《阿凡达》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想要复制甚至超越压力会很大 所以追求完美的卡梅隆 曾一度想放弃拍摄《阿凡达》续集 最终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才与20世纪影业签约 完成接下来的宏伟巨制 卡梅隆还在采访中表示 《阿凡达》系列 现在已经拍完了第三部 自己可能不会亲自指导 《阿凡达4》和《阿凡达5》 而是找一个信任的导演接手 卡梅隆称 拍摄《阿凡达》系列 需要耗费大量精力 现在自己年纪大了 也有点力不从心 所以后面换导演 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这一次《阿凡达2》的主要场景 从《热带雨林》转移到汪洋大海 剧情承接自第一部的五年之后 该片在北美的上映档期 是2022年的12月16日 中国内地上映日期 目前还处于待定状态 胶囊电影台 一起看好戏